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生活中,我们常会谈癌色变 在大多数人心中,癌症往往与绝症是同一词 研究发现,现在癌症越来越往年轻化扩展 这与很多年轻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 其实,饮食与肿瘤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饮食调养,对防癌治癌都非常的重要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一种有益健康 而且能够防癌的果汁 那就是猕猴桃生姜汁 研究发现,在各种水果中 猕猴桃营养成分含量最丰富,最全面 它的维生素C含量即使用纤维素含量达到优秀标准 被称为水果金矿 近年来,猕猴桃的抗癌,抗衰老功效 尤其受到瞩目,又获得了长生果的美名 猕猴桃含有一种抗突变成分 骨胺肝胎 有利于抑制诱发癌症基因的突变 对肝癌、肺癌、皮肤癌、前列腺癌等 多种癌细胞病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研究发现,在日常饮食中加入2-3个猕猴桃 可以防止体内二性细胞的形成 还有,猕猴桃也含有丰富的天然抗氧化剂 叶黄素 是猕猴桃中的一种重要的直化成分 以防治前列腺癌和肺癌有关 适量摄入叶黄素 不仅能抑制肿瘤 甚至可以起到预防肿瘤发生的作用 至于生姜 生姜含有一种重要的抗癌物质 多云酸人参贴三醇 它可以降低细胞膜的渗透性 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扩张 还有,姜的抗癌潜力 取决于它所含有的姜腊素 和去清姜腊二酮 姜腊素可以抗氧化和抗炎 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肿瘤的作用 去清姜腊二酮 则可以通过引起细胞凋亡和制式 来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增殖 但是要注意 生姜不能吃过量 因为它含有黄脏素 还有食用过多 容易导致胃酸分泌过多 和胃脏气 大家只需加三个去皮的猕猴桃 和两个生姜片 放入杂质机中 然后倒入一杯水 接着将它们搅拌 然后将它倒入杯子中 每天早上喝一杯就可以了 这个偏方特别适合胃不好的人使用 可清热合胃 尤其是肠胃较弱 容易拉肚子的人更加合适 猕猴桃以江质相移 江是去湿解寒的好食物 这样将姜片跟猕猴桃打成汁 可以综合猕猴桃的寒性 但是要注意 猕猴桃甲含量高 所以肾功能衰弱 尿毒 或洗剩者 都不宜食用 还有有些人对猕猴桃会过敏 所以对猕猴桃过敏的人 也不建议食用 还有血糖高的人 建议减少猕猴桃的用量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